不行啦 拍神啦,真的可以玩啦 你看啊,我要過彎這樣子滑 然後就把程式給關掉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哲 對啦,繼上一次的TikWatch開箱之後 我就想給他拍一個續集了 那為什麼不跟著開箱一起拍? 是因為那集一方面是要幫他們宣傳用的 所以我要用正常的方式去使用它 可是大家也知道,這種電子產品 我最喜歡對它弄歪腦筋了嘛 不歪我就不是阿哲了 還記得這手錶它搭載的是Google的WareOS嗎? 所以它跟Android系統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不僅系統架構很像,操作邏輯也差不多之外 重點是,它也是透過APK來安裝軟體的 你說可是手錶上的軟體都是針對WareOS開發的啊 所以應該只能安裝WareOS的APK吧? 痾,軟體都是針對WareOS開發的沒錯 但其實你要將一般手機用的APK硬裝在手錶上面 這也是可行的 只是看起來會是怎樣,還有會造成什麼後果 就是自行負責了 這下大家知道我要做什麼了吧 如果將一些手機常用但手錶沒有的APP 直接硬幹到手錶上面,會發生什麼事呢? 不過重點是,要怎麼幹呢? 因為它不像一般的Android手機那樣 直接瀏覽器下載APK讓我安裝就好了 WareOS的限制是很多的 所以我就上網查了一下別人是怎麼做的 結果別人是要用電腦連接手機 透過電腦的ADP,總之就是開發者出錯的工具 將電腦的APK透過手機傳到手錶就可以安裝了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啦,三個裝置都用上了 我們就來發揮CM的精神試試看吧 首先手機上要先啟用開發者選項 然後開啟USB偵措 這才發現我這次用了四個多月原來從來沒開過 倒是這個手錶也是要這樣開的 要怎麼啟用開發者選項其實就跟手機的做法一模一樣啦 就是設定、系統、關於、然後狂點版本號碼 就會告訴你已經成為開發者了 各位有沒有覺得我真的要開始玩這個手錶了? 這邊就是各種Android手機上看得到的開發者選項啦 那我們這邊就是要把ADP偵措給開起來 而且這個透過藍牙偵措也要開起來 再來開啟你的WareOS App 進設定把透過藍牙偵措開起來 確定手機有連上手錶之後 就接到你的電腦啦 這個ADP工具網路上很好找了啦 除了可以透過這個來安裝APK 也可以搭很多其他指令在上面 我們先按住Shift再按右鍵 開啟運營視窗 先打ADP devices看有沒有真是到我手機 不然一切都免談 可以看到它已經順利抓到我手機了 接著就照著影片上的來打吧 好 現在應該連接上了 手錶我震動了一下 允許偵措嗎? 我們就一律允許吧 再打一次ADP devices 對 現在手機跟手錶都抓到了 再來應該就連裝APK進去了 我們先來找一些比較我希望的App好了 我們看哪一個可以試試看 這個台鐵時刻錶好了啦 它的機面是長這樣 應該不會太複雜才對 印象中我好像沒看過手錶用的台鐵時刻錶啦 而且用手錶查時刻錶很合理嘛 那我們就用這個App分享器將APK丟出來 放到ADP資料夾裡面後 打這個install指令 後面就是放你要的APK檔名 Enter 呃 它應該是在跑沒有錯啦 能理解為何它跑得那麼慢啦 因為它現在是透過手機的藍牙傳到手錶安裝的 用藍牙傳檔案 這個是小時候的回憶吧 國小國中放學的時候 大家都要用按鍵手機用藍牙傳一堆音樂啊 遊戲啊 雖然這次的藍牙慢到不行就是了 結果一個簡單的App它給我傳了115秒 每秒40KB這個速度又是怎樣啦 算了 先看一下手錶的情況好了 原則上在它的程式機裡面就可以 嘿對 正出現在這邊了 那我要開囉 選擇幾站 呃 新竹地區好了 我們選一個新竹合車站 現在是中午12點08分 如果我們要從新竹搭到台北的話 對 現在12點08分沒有錯 可是我們滑不到下面去了啦 其他按鍵都很正常當然沒有錯 可是它的查詢車是按鈕是在下面 然後我也沒有辦法滑下去 就導致它整個還是不能用啊 不過這只好證明了 手機上的程式真的能無痛在手錶上跑吧 然後其實我剛突然想到 我這個T-Quatch充電座 它的另一側也是USB接頭啊 如果這條線也支援資料傳說的話 那我直接當手機一樣接電腦 應該沒問題吧 試試看試試看 不然每一顆APK都是用這種藍牙書在穿 我是要拍到晚上嗎 現在就給它接上去看看吧 有啦 它根本可以這樣連 對不起 我一開始把事情搞複雜化了 根本不用透過手機嘛 真是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裝這個YouTube Studio好了 身為一位科技YouTuber 用手錶看YouTube後台數據也是理所當然的 這個軟體應該不太複雜吧 算它的大小也有12MB啦 靠 快多了 剛剛是每秒40KB 現在是每秒可以跑到快3MB了 那我們就來看看成果如何吧 Open 不是 我不要用這個帳戶 謝謝 好 照理講 它這個地方是可以選我的其他頻道沒有錯 可是在這個手錶上面我要選 我選不到啊 兄弟 好 我放棄了 除非把這個頻道給閃掉 否則我真的進不去林森亞澤這個頻道啊 不過至少能證明的是 這些數據是真的可以看到的 什麼數據分析啊這些東西 真的都在裡面 而且這樣子看好像比剛剛那個台鐵的APP還要成功耶 至少這個是真的可以看到 只是你不能切換頻道的名字就是了 好 那既然YouTube Studio都裝了 我們來試看能不能用手錶看YouTube好了 不過因為完整版YouTubeAPP 它的大小實在有點母湯 所以我們來裝裝看輕量版的YouTube GO好了 9點多MB 啊 這也太輕量化了吧 GO GO 這次速度更快了 直接衝破每秒3MB 我們就來開開看吧 YouTube GO Introducing YouTube GO 事全部被擋掉了 選擇你的語言 我3也選不了 好 喔有啦 中文 啊原來它的中文是簡體中文嗎 喔 全線這個東西原來手錶真的也可以喔 好興奮喔 我真的可以用手錶看YouTube了嗎 那我就不客氣的點進去囉 喔原來在看之前還可以選擇畫質再看喔 不行我開始覺得它有點不正常了 完了 閃退 可是預覽的話還是可以放的 只是要整個播放大的影片的話 它好像就真的有困難了 欸 完全沒有畫面阿兄弟 好 它的畫面真的出不來 我覺得這跟卡是兩回事啦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手錶根本就不支援這個編碼的東西了 所以能在手錶上面看YouTube影片嗎 程式是能開 可是你只能看預覽 基本上就是不能看了 然後我又想到一個東西應該還蠻有希望的 我們用手錶逛PTT看看 我開始覺得我的手錶變得有一點點的燙 而且開始卡到有點誇張了 來吧 好 看來是閃退了 我們終於遇到第一個完全不能開的程式了 不過反正看PTT的APP有很多嘛 我來試試看其他的 敢用這個PITT來看看吧 好吧 兩個PTT的APP一樣都是閃退的狀態 我測試最後一個了啦 再不行的話就算了 可是沒P用阿 它一樣是顯示範圍的問題阿 所以能用手錶看PTT嗎 可能還是要找其他APP啦 只是目前我吃了三款都不行就是了 那Facebook可以裝裝看好了 然後當然要裝輕量化的Lite版本 它的Lite版本只有1.26MB 原版是在大三小的 有囉 Lite 還有我們輸入電子郵件地址 讓我們的鍵盤交不交得出來呢 喔 雖然非常的卡 可是好像還是有一點點希望阿 我真的從來沒有在手錶上打字過 這個鍵盤真的是太... 再來問題來了 我們要怎麼按確定呢 下面這個嗎 好像是一樣的問題阿 按鍵都卡在下面了 我按不了 好難過喔 感覺很多程式都能跑 但就是因為它的螢幕太小了 造成最關鍵的地方 它不能顯示出來也不能按 不過這就是優化的問題啦 欸 我想到一個東西 大家應該蠻好奇 這是手錶中CPU-Z能看到什麼資訊吧 才1.42MB 感覺蠻有希望的 來囉 見證真相的時刻 阿閃退了啦 煩死了 我猜是因為手錶沒辦法開啟硬體查詢之類的權限啦 所以它就直接閃退了 然後我想到大家應該更好奇一件事情 這個我就真的不抱太大希望了啦 我是說能不能開啟的部分 不是分數的部分 啊 一顆手錶用的CPU你是能期待什麼 欸 它有手錶中用的icon 可是還是直接閃退阿 可能這種太接近系統的東西 所以說話就是不能開啦 那個權限不可以 可是我突然有一個蠻大膽的想法耶 我剛剛裝的都只是單純的app 如果我把手機用的啟動器裝進手錶的話 這個主意會不會又被換掉啊 好像蠻有意思的耶 希望不要遇到什麼麻煩就是了啦 嗯? 程式 程式開不起來了 我們的主意整個Key下了耶 可以看到它好像把本來的TicWatch背景 變成了它的桌布了 那我要開啟app桌面的話 我真的覺得我把我的手錶變到一個境界了 它確實裝一般手機用的啟動器沒有錯 所以你看我可以這樣子滑 只是因為在WareOS上面 向左往右滑這個動作是關閉程式 所以我剛剛這樣子滑不是一到左邊的頁面 而是把整個啟動器給關掉了 然後按一下這個按鍵它又會自己跑出來 所以照理講上面這個搜尋 也是可以進入搜尋的頁面的 喔沒有它是直接閃退了 所以長按應該也是可以新增那些東西的 Oh my god 我們可以換桌布嗎? 現在我們要把我們的桌布換掉囉 喔 那... 我沒有鎖定畫面這種東西喔 結果變成啥都沒有啊 我覺得我快要把我的手錶搞壞掉了 真的啦 我本來都頁面不見了 蛤? 我覺得趁現在再把一些 剛剛裝不能開的程式給刪掉好了 然後我覺得剛才的那個啟動器也刪掉好了啦 整隻手錶變得問題超多的 掰啦 好啦 都裝過那麼多程式了 最後來裝裝看大家最期待的部分吧 嗯 我們來裝遊戲進去 說到簡單的手機遊戲 像2048那種已經有為手錶設計遊戲就不用試了 不過還有哪些啊 啊 廢屁BURDS夠簡單了吧 原來這遊戲不到e-mail卡嗎 開開看吧 這個應用程式終於舊把Android所打造 沒有錯啦 這遊戲是蠻久的 卻...閃退了 真的欸 開不起來欸 等一下 我這邊是有看到別人成功運行了 喔 它是有用修改過我的APK讓它不會閃退啦 來 裝裝看吧 喔 我剛剛裝了另一個版本啦 所以它衝突到了 我們要先解除安裝 來囉 試試看 它的畫面整個被壓得超扁 欸 這跟我看影片上不太一樣啊 為什麼變得那麼扁啊 我整個都看不到啦 完全不知道自己現在幾分 不行啦 啊 我把它滑掉了 煩死了 而且又不是今天做這件事情 我真的忘記我的手錶還有喇叭了 而且還蠻大聲的欸 我剛剛去找其他老遊戲好了 感覺機會比較大 水果忍者看看好了啦 算它的大角色但是有點... 來囉 水果忍者 好 直接閃退 來試試看Hill Climb Racing這個城市好了 這個也是我高中時代的回憶啊 天啊 這個好幾年沒聽過的BGM 而且它一直進入待機模式超煩的 閃退了啦 我先把這個給開起來 受不了了 喔 好了 這個字的大小 太神啦 真的可以玩啦 欸欸欸 以前玩這個真的超強的欸 然後錢賺超多 根本就化不完 而且你看這個順暢度 很可以啊 我們應該可以換關卡了吧 邀請就是了啦 啊 不然把它關掉了 煩死了 不過可以玩嗎 真的可以玩欸 只是你根本看不到你賺多少錢而已 再來試試看這個吧 Temple Run 反正老遊戲都來試試看就是了啦 可是Temple Run是比較3D的遊戲 剛剛那個2D遊戲跑得順 這個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哈哈哈哈 這個FPS 欸 好像可以欸 啊 啊 不是 好 這個應該是不能玩了 它這個遊戲要往左滑往右滑 可是我說不要往右滑是返回啊 沒關係 那我們就自死自終的往左滑就好了 不行啦 第一個彎就是要往這邊滑了啦 不行啦 你看啊 我要過彎這樣子滑 然後就把城市給關掉了 這樣 直接試下一個遊戲好了 有一款遊戲我非常的愛玩 而且這款遊戲我之前試過了 它的相容度非常的高 在什麼解析度下都可以跑 就是這個啦 Pixel Dungeon 想當初還拍遊戲實況過呢 我說這個界面也太小了吧 不過界面小鎮總比那些大到 根本超出螢幕範圍的還好啦 這次要我怎麼看 可是要點的話 哎呀 真的可以點 太小了啦 這次要怎麼玩啊 我覺得它可以放大地圖的樣子 喔 可以可以可以 而且它的背包藍應該是要在這邊的 我這邊 點不了啊 喔 不行 這真的會按到眼鏡偷窗 好啦 最後一個遊戲了 還記得上市那台詐騙網站的平板 我拿了什麼東西來做死嗎 火明就已經跳好校正啦 啊 牙拜牙拜牙拜 可是你以為我又要裝那個遊戲嗎 這次 我們來搞點更大的吧 好 因為這個遊戲包含了遊戲本身 還有它的資料包 所以我就要用手機轉出這兩個東西來 然後再用剛剛裝的ADP檔案管理器 放資料進去 過程花了多久的時間我就不講了 嗯 來吧 試試看這個吧 第一個畫面進去了 這是個好吉祥 只是這種連帶的資料包的東西 我真的沒有保證它能夠好好的開起來 對 我現在心裡還蠻忐忑的 因為它維持在這個白畫面已經好幾秒鐘了 我希望只是這個手錶慢啦 我真的不喜歡弄了那麼久 結果 各位觀眾 雖然還是很卡 可是我們至少也達成了一個創劇了 大家不要忘記這次手錶的記憶體 只有512MB喔 上次只有1GB那台平板跑的細節是什麼情況 大家應該也知道了 然後它的儲存空間也只有4GB 我塞得快要1GB的東西進去 加油啊 撐完這個你就要畢業了 我們就直接來吧 不管了 感覺這次弱度還行啊 啊 不行 它的角落也看不下去啦 比我想像中順耶 可是我出發到手勢了啦 算了 我們就繼續再等5分鐘吧 當然記得我的手錶為什麼不買方形螢幕的 這個圓形真的擋內很多東西啊 結果它第一次跑不動 我給它重開機了 我要重新玩一次遊戲 我要等10多分鐘 直接玩easy了啦 到時候就觸發到 擋到了 根本看不到 唉唷 我不玩了 哈哈 所以這樣子推入之後 遊戲是不是要再開一遍呢 我不玩了啦 我真的不玩了 好啦 我想我已經折磨夠了 它原本只是一直給我戴在手上 看時間看通知的手錶而已啊 突然要它做那種多事情 而且感覺還差點搞會它 真的是有點對不起它 不過這真的也是 我當初會想要Android手錶的原因啦 因為真的蠻好玩的 你們應該也這麼認為吧 因為其實我對它做的還只是小差點而已耶 網路上已經有人做出這隻手錶的非官方ROM 說是有對核心做出一些優化 可能可以提高一些順暢度 或是比較省電吧 那當然這個系統也是有root的 刷機的方式是透過第三方的TWRP Recovery 將這個ROM給刷進去的 這做法真的就跟Android手機差不多 只是對我來說 目前這樣真的已經很滿意了啦 所以也沒有必要再推到這樣搞了 之前它能做到這些我已經大開眼界了 希望你們也這麼認為啦 那麼影片就到這邊啦 想看我接下來對其他科技多賣腦筋的話 就按一下喜歡跟訂閱吧 而你自己又有什麼奇怪的想法呢 或是想要看我亂搞哪一樣產品 就在留言底下告訴我吧 搞不好我會採用你的想法喔 最後謝謝大家收看啦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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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嗎 我們 我們 可以 谢谢观看